死而家屬到凶险的珠屋处招魂 手上抱着死者生前最爱的玩偶 不断地呼喊他的名字 情绪哀痛 死而在家中排行第二 还有一名姐姐 因为父母离婚 他比童年的小孩早熟 个性和善热心 很会照顾人 虽然到台南念大学 但是寒假大多都待在基隆老家 陪伴父母 没想要却遇到恐怖学长 命丧黄泉 让家属难以接受 她是很好的女孩 她不是很喜欢小孩 就喜欢被别的小孩子 我会找我女朋友 然后就看到她 我一看到她 最后一个坏人 警方调查发现 死者一直把黄姓凶险 当成无话不谈的好哥们 才会到了珠屋处谈心 却因此惨遭杀害 凶险的珠屋处成了凶宅 有房客下的想搬家 房东紧急出面说明 我有两个本来希望退出不是 为了这件事情退出的 发生凶杀案 房东强调自己也很无奈 同时也向所有房客告知 可以无条件接受退租 只不过因为这起案件 也让房子是违建住宅 意外曝了光 安全了 关照 同时来都检查 这个 现在有来检查过 都安全了 可是门窗都是关着的 都被封闭的 里楼三楼四楼 都被封闭的 门窗都被封闭的 同时脸色铁青不断的解释 坦然是公务局得知后 强调会派人前往了解 如果违建太离谱 影响到公共安全 将会列路拆除名单 记得来个让远方才能报道